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5月7号 现在是上午10点 我是贾志宏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要闻 来关注正在举办的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 在工信部主办的 一场分论坛上 与会嘉宾表示 我国数字化进程在全面展开 智慧社会将成为 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成果 参会嘉宾认为 目前智慧社会建设 已经在大中城市开始推广 各个行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不断加速 大数据 物联网 任务智能 为这个行业赋能 所以我们从原来的单体建筑 现在向城市这个解决方案 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升级 之所以比较果断地转型 做了线上这一块 也是为了说能够拥抱数字化 有效积累这些数据以后 带来的这个效果会非常快地体现出来 专家表示 随着5G AI等技术的不断普及 整个社会的一体化智能化程度 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 在建设智慧社会过程中 要更多地从民生服务 市民体验出发 将更加智能化的信息技术 更广泛地应用于民生领域 还是有很多冲动 或者是说因为操作起来更简单 更容易会导致 还是会更容易从技术驱动的角度上 去做事情 真正就是围绕这个民生 或者是围绕这个 就是为民服务这个角度 就是深入地去更务实地去做 也许会效果更好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举办地 福建也是电子证照 电子证物 健康医疗 大数据等 信息化建设领域的 全国的试点的省份 而这些也在真真切切地 改变着福建人的日常生活 在福州的一家医院 正在看诊的医生 对面不是坐着病人 而是屏幕和摄像头 这是福建省刚刚上线的 首批互联网医院 复诊或慢性病患者足不出户 就可以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专家问诊 药品还可以直接寄到家中 在另一间诊室 神经外科患者小林 凭借手机就完成了 所有就诊项目 医保卡 就诊卡 病例等信息 全部都融合在了一张 虚拟电子健康卡中 所以从就诊 到结算 就一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 会让病人切切实实感受到 数字化 信息化 给我们外来的便捷 在福建省值公积金 办事大经理 记者看到 申请公积金贷款 需要到现场排队 并且还需要准备大量的纸质材料 而下个月初 这样的审核流程 将由网上预审批替代 目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测试 需要跑两到三趟 申请预审核之后 只要带准备材料 就信息核对之后没有问题 那它就等于审核 已经是通过的 它只要来一趟 在福建 原来在网上办事大厅 一趟不用跑的办理事项 有两万三千件 一年后达到了四万七千多个项目 翻了一倍多 围绕数字建设的一系列政策红利 正在为民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 由中正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财经频道联合主办的 股东来了2019 投资者权益知识竞赛活动 昨天下午拉开帷幕 来看报道 5月6号下午3点30分 股东来了2019正式启动 主持人和广大网友 一起设完网络赛答题环节 初步了解了大赛的规则和赛程 今年的知识竞赛分为网络初赛 分区复赛决赛三个阶段 初赛采取网络答题形式 按排名规则一定比例 选出复赛选手进入分区复赛 分区复赛将在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西 山东 湖南六大赛区展开比拼 最终每个赛区选出五名队员 组成赛区战队挺进决赛 决赛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 决出最终冠军 决赛实况将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 在启动仪式的同时 各赛区也同步开展了丰富多样 又各具特色的活动 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参与本次活动 国外赛区我们准备好了 耶 想参赛的投资者可在五月六号至六月十五号期间 通过央视财经APP 中国投资者网 投福中心公众号 央视交易时间微信公众号注册报名 在定着网络H5页面上答题 参与网络出赛 假期出游住民宿 这一理念近年来是逐步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不过由于软硬件条件参差不齐 民宿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消费体验 最近一则网友在入住民宿的时候发现 路由器里暗藏摄像头的消息 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民宿的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了大家的热议焦点 我们是去青岛无游的 然后具体的入住时间是在五月一号晚上十点 报案的时间是在次日的凌晨两点 当天入住的第一时间 一进门就在左手边发现了米家动态感应器 而且接连在两个卧室内一共发现了三个 但是习惯性的我们按照隐私保护培训的思路 于是就检查了能够看到床的所有擦坐孔 暖气片 插头和电源适配器 最后我们才开始检查桌面上的物油器和电视盒子 发现有一个灯看起来和其他的都不一样 发现散热口的里面有一条扁粗的排线 那在基本确认的情况下我们才决定拆卸设备 那一开始拧螺丝呢我们就心里有数 因为螺丝非常熟 那真的仔细拆开一看 存图卡整个路在外面 我们就知道针孔摄像头是实锤了 因为我们的工作和网络还有系细安全有点关联 同时我们平时就有注意检查环境安全的这种习惯 那所以入住酒店和民宿前 我们会按照惯例查看是否有安全一块 5月2号晚上10点多访客跟我们联系之后呢 我们就当晚就做了这个全额的付款处理 同时呢乘坐会支付它的这个 支付的这个减变的付出的费用 同时呢我们也是这个专员的专件 跟这个访客一直保持着沟通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再次向这个访客 表达这个诚恳的这个道歉吧 那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对这种事情呢 就是对这种任何欺赞也自的这个行为呢 肯定是持这个零永冷的态度 我们已经这个永久的移除了这个设施的房源 6号瑞典宜家集团在巴黎市中心的门店 正式开业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同时宜家方面还表示 未来三年计划投资4亿欧元 深耕法国市场 当天宜家集团走席执行官 门店管理者等多名工作人员 参与了开业仪式 这也是宜家首次在巴黎市中心选址开店 门外等待进店体验的顾客 早已排起了长队 开业时间一到 宜家工作人员纷纷站到通道两侧 边拍手边唱歌 欢迎顾客进店选购 此前宜家的门店大多位于 远离市中心的偏远地段 而这次选择在市中心开店 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同时宜家方面还透露 未来三年内将在法国投资4亿欧元 用于开设新门店 提升配送服务等 作为全球最大的家居用品零售商 宜家集团同样面临网络零售 消费者偏好转变等方面的冲击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网上订购商品 享受送货上门的服务 而宜家位于近郊 远离市中心的门店不再具有以往的竞争力 近几年 宜家先后推出办公桌租赁 电商业务 开设面积较小的位于市中心的门店等 谋求转型以吸引更多消费者 5号在俄罗斯莫斯科系列美捷沃机场 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科机 发生迫降和起火事故 据了解 设施飞机上没有中国公民 当地时间6号 俄罗斯交通部长迪特里希 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通报事故调查和救援的情况 迪特里希说 37名幸存者中有33名乘客 其中27人经医生检查后情况良好 另有6人的伤势比较严重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但没有生命危险 41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全部找到 其中包括一名机组人员 遗体确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迪特里希说 事故调查委员会和相关部门 将对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 提供包括心理救助在内的一切必要帮助 同时会在收集相关资料后发放补偿金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飞机的两个黑匣子 也就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 都已被找到并成功拆卸 接下来将交给专业机构进行解码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正在对造成此次事故的多个可能因素展开调查 包括飞行员 空管人员和技术检查员的能力自制 以及飞机故障和天气状况等 迪特里希表示 目前没有理由停飞设施机型 苏货伊超级100型客机 那么在莫斯科系列梅杰沃机场 我们注意到 目前机场还处于限流的运营模式 俄罗斯交通部部长迪特里希在发布会上表示 机场工作将在事故飞机 清理工作完全结束后恢复正常 不过根据俄新社当地时间6号深夜的最新消息 飞机残骸和跑道清理工作已经结束 系列梅杰沃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营模式 但要完全按照航班时刻直飞 还需要大概一天的时间 最新数据显示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年以来 共批准13家QFRI投资额度 共计47.7亿美元 超过2018年全年的批准总额度 共批准12家RQFI投资额度 共计240亿元人民币 超过2018年全年批准总额度的一半 外汇局表示 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 和正在推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使得我国金融市场对外资 越来越有吸引力 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相继被纳入多个全球重要指数 也使得外资对我国金融市场 有较强的配置需求 为了持续打击 整个市场中心之难 raising 金融市场和本高根 市场和 compañ黄金融市场 retiring 参考 erf想要及了 身份差证市场